在清藏地区 藏傲帮着主人牧羊 那么他牧羊的时候 藏傲有个特点 一个是看护着羊群 再一个 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 比方说主人帐篷周围这一块 这是主人领地 谁进到这领地 不行 有的说那藏傲太吓人了 那咬人一口人不完了吗 这种事情藏傲多勇敢 我是经历过 话说到这 我们不禁要问 老梁难道被藏傲追杀过 他会平安的嗷口脱险吗 我怎么经历 有一年我去青海 我们开那个大越野车 结果这个在野外开着的时候呢 无意间呢 当时那道也混乱 就闯进了一个这个 牧人的这么一个家里边 这不帐篷吗 外边是个大院 我们结果从这院边就经过 这个时候里头冲出个藏傲 在这个藏傲的潜意识当中 就认为 我们这个车呢 侵犯了他主任领地 追上来又咬 我们想赶紧开车 在车里没事 越野车 开了一段时候 回头一看 这藏傲追上来 因为我们车速当时没有加速 藏傲追上来 追上来就咬什么吗 咬我们这轮胎 拿着拿咬得住 这轮胎高速运转的 这个藏傲咬到轮胎 啪 就把藏傲崩到一边下 崩过 可是藏傲狠到什么程度 起来接追 我们又开一段 藏傲追上来 又这一口 啪 又给崩 来来回回 这样得有三次 一直到什么时候 这藏傲停止下来了呢 他认为啊 我们已经脱离了 他这个主人的势力范围 他不追了 你看看 无论这车对于藏傲来讲 那么庞然大物吗 而且藏傲恐怕 这种很聪明的狗也知道 自个对付不了 可是他不怕 他敢跟你叫了 敢跟你干 过去有豹 有熊 有狼 藏傲就不怕这个事 就直接敢跟你正面交锋 所以藏傲的这种勇敢呢 应该说在所有的这些 我们了解到的这些动物当中 那绝对说得出 你想想 忠诚和勇敢 我就觉得这个 应该说是 现在我们人类啊 非常宝贵 而又有点稀缺的 道德上的资源 在藏傲身上 得到很好的体现 说完了藏傲的性格 咱再说说他的价格 虽说家财万贯 带毛的不算 但还是挡不住 人们把钱投资到藏傲的身上 从1999年几千元一头 到2005年几万元一头 一路飙升 不过好景不长 问题出现了 到了030405那几年时候 价格飞涨 成年又卖几十万的 卖十几万的 小宅都好几万一个 那个时候就有不少人 进入到这市场里了 有的人使坏 就为了这个藏傲能多卖 让这藏傲呢 跟其他的这个大型犬交配 就是我们说串 一下子把藏傲血统弄得很不纯 所以到06年以后 藏傲这市场又往下走了 别的说这就是属于 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呢 没有把握准这个动物自身繁殖的一些规律 反而使这个行当受到影响 那么这些年来呢 藏傲这个行当 能卖出很高价格 有一个人的推力不可小看 谁呢 马俊仁 马俊仁 咱都知道他是中国田径界的传奇教练 人家在藏傲圈里 也是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 这个圈子就没有人不知道他的 前两天 马俊仁在沈阳第七届中国藏傲展览会 带着自己的几大爱犬现身 这一照面就引起了骚动 他带的大老粗 太宝 国宝 可都是藏傲中的精品 您说这马俊仁是怎么从体育圈 华丽转身成为藏傲界的大佬呢 咱们倒是都知道 马俊仁是著名的中场宝教练 带出马俊军来 那么马俊仁呢 不带中场宝队的 退下来之后干嘛 养藏傲 他当时出国的时候啊 看着有一头很高大的凶猛的犬 说这是什么 说这是藏傲跟牧羊犬的串 人家这个法国朋友跟他说 说本来藏傲你们中国血统最存 结果现在呢 我看你们乱弄一下 不怎么存 马俊仁很受刺激 回来说我就要养这种狗 到处找 曾经也花过高价 他在这个青海多巴基地 带队员训练的时候 那日他就找过 优质藏傲 后来在大连呢 建了一个藏傲的这个 养殖基地 藏傲养殖基地 一听基地二字 那买卖就小不了 是买卖就得有开销 藏傲的开销 那就更多了 藏傲一天便宜的得吃掉四十块钱 贵的吃掉一百块钱 算起来一个月一头藏傲 伙食每个上万块 恐怕您拿不下来 前期等于是干烧钱呀 马俊仁说了 不行 不能这么干 得想折 得挣钱才行 你养了之后呢 你不能干回去打钱吗 你也得通过卖藏傲 什么样藏傲能卖成价呢 血统纯正 那么何为血统纯正呢 现在咱们国内 咱们有不少朋友喜欢藏傲 一看这藏傲 觉得这都不错 其实不是 藏傲的血统纯不纯正 有个打分标准 就国家庭A集权 有打分标准 藏傲打分标准 简单说有各项 毛发 驱赶 头 精气神 各占一百分 如果加在一起 能在三百六十分以上 就算是A级犬了 要做就做最好的 马俊仁奔着A级的标准 来培养藏傲 不过能让他看得上眼的 只有一种犬 那会是什么呢 现在马俊仁那会儿 集中养一种犬 叫什么 叫铁包巾 通体黑毛多 但是呢 两个眼睛上边 有两块黄的 嘴两边 有两块黄的 四个爪 是黄毛 你看都黑毛 就这底地方黄毛 这叫铁包巾 所以这铁包巾 也是血统非常纯正的 这种藏傲 所以你看 马俊 这个不带了 马俊仁开始带藏傲 他带藏傲 他有名人效应啊 老马到各个地方去 比方说藏傲展览 说马俊仁到这来看你这藏傲了 那你这藏傲就身价倍增了 马俊仁绝对内行 而且马俊仁倒是说你这条狗啊 少于五百万不能卖 这狗今后就值五百万 就是一个名人对这个行当的这种推荐 那么我说到这儿啊 有不少朋友说 哎呀那找一只藏傲啊 我怎么怎么着养 跟大家说实在 藏傲如果现在被咱们每一个比方说喜欢藏傲的朋友养着了 其实这个藏傲跟我们想象当中那个藏傲已经就差不少了 老梁说现在的藏傲跟过去那种在青藏高原首家护院勇猛无比的藏傲已经没法比了 这话一点都不假 过去的大型藏傲体重在七十公斤至一百五十公斤之间 而现在一头优秀的藏傲公权体重在五十到七十公斤 藏傲已经成为了贵重的宠物 藏傲的天性不仅在囚禁中泯灭 就连基因和种群都在严重的退化 它们都在哪些方面发生了改变呢 首先一个呢 这个藏傲啊 它的环境变化 它有很多的功能就退化 你比方说文汪 藏傲的鼻子特别灵敏 它能到什么程度呢 比方说啊 在牧区 小的时候 它的第一任主人养的才俩月 就给它送走了 后来这狗长到七岁了 就隔了有七年来 它的主人来到这个新主人家里边的时候 这个藏傲居然能认出来的 当然不是凭着这个看 而是凭着文汪 说它为什么能这么准着这鼻子 在青藏高原这个地方呢 人本来就少 就那么几个人 它接触的 新主人旧主人 它始终记得人神圣的气氛 再一个 在青藏高原这个地方呢 海拔高 四千多米 空气稀薄 可是到了平原地区有个问题 平原地区的养分 空气中的含氧量 远远高于青藏高原 咱们到青藏高原上 经常出现高原反应是什么 就缺氧嘛 那么这个养少了不行 养多了也不行 它已经习惯缺氧的环境 到平原地区 这个行话叫醉养 就跟喝酒喝醉似的 所以这狗你就感觉呀 闷闷一天打不起精神 就跟喝了酒 昏昏沉沉 你想那藏狗 能那么精神兜头 那么威风吗 所以城市里 现在养藏狗 已经不大可能像 在青藏高原上 藏狗那么来劲了 但是你现在 即使说 把这个藏狗 拿回青藏高原 也不行了 为什么呢 过去藏狗这种天性 靠什么技法 靠天敌呀 看家护院 牧羊的时候 见到这狼 哦 熊 真敢往上瞎 那个时候 他的精气神 有天敌刺激着 现在你在到西藏 哪看看去 你跑一二百里地 不见得能看着一头包 不见得能见一个熊 不见得能见着狼 所以藏狗呢 现在藏狗 英雄不用物之地 所以即使鸽在那儿养 他也不大可能 有过去我们看到 藏狗那种背光镜 但是尽管呢 有这样那样 我们养殖过程当中的毛病 可是好多人 依然一如既往地喜欢藏狗 为什么呢 就是我前面说的 藏狗那两个品质 忠诚和勇敢 大家不妨仔细琢磨琢磨 这两样品质 为什么人类 这么喜欢它 我们现在好多人 对忠诚的概念已经模糊了 建立妄议 也绝不是我们社会上 什么个别现象 那么勇敢这方面 更是如此 在天灾和人祸面前 有多少人能表现的 像藏狗那么沉稳和勇敢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说忠诚和勇敢 这不就是现代人 资资予求的 两种非常宝贵的品德吗 所以我说 藏狗呢 不是说谁为了炒它才买它 往往都有一种情感投资 而其实这样的品质 在某种程度来讲 成为我们记忆当中 一种传说 所以我们这期的标题 就叫藏狗 炒不出来的 那么藏狗身上 这些宝贵的品德 也算是应付出 我们现在人的社会 某些 并不光传 谢谢大家